理财APP 为了抢毛小孩商机 近年又有产险公司推出宠物险 通常宠物险城堡的范围有哪些保费贵吗 有没有道德风险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 政大风险管理保险系主任彭金龙教授 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是很多人养宠物 但似乎没有太多人投保宠物险 这是因为大家还没有这种观念 还是说业者推广的不够呢 这个宠物险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养宠物人越来越多 那毕竟他承保的对象 虽然他的那个被保险人是人 但他真正承保的是被保险人所养的宠物 因为宠物他毕竟不是人 所以在很多技术上面呢 他实际上有很多地方跟我们传统 我们所认知的保险不同 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个险种在推动上面呢 的确会有一些障碍 比如说宠物的损失的发生率 还有他未来风险怎么控制 再来一旦发生这个所谓的损失的时候 怎么估计 事后怎么减合 因为宠物他不像人 他可以去被询问 可以被告知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在推动这个宠物险人之后 当然很多产险公司有在推 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谨慎的在推动这个险种 毕竟这个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立基型的产品 不会立即成为主力产品 不过我想这个需求是存在的 未来大家其实也可以多多注意 尤其是家里真的有养宠物猫猫狗狗的呢 这也许是一个我们可以降低我们损失的一种方法 是爱貌爱狗一族到底该不该考虑投保宠物险 老师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这个当然是见证见证 不过我们就从我们在保险的理论来看好了 我们通常来评估说 这个风险我到底该不该去做转嫁 我会考虑两个角度 一个就是说这个损失一旦发生了以后 我的损失的金额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巨大的金额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损失发生的几率会不会很高 这两个东西就组合成我们对一个风险的判断 那比如说就以这个我们养的宠物而言 那家里有养过宠物就知道 养宠物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以现在的标准其实并不便宜 那比如说他开始来很多的基础的健康维持费用 还有就是他一旦生病以后 因为他并不像我们有全民健保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一项的医疗呢 其实那个费用都蛮高的 那再来他很多的一些处置手术啊 都其实比我们去看病都还贵 所以就以损失金额来看的话 的确这个某种程度已经构成了 是一个可以去做风险分散的风险 那再来就频率来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猫猫狗狗的生病 机会也是蛮高的 所以这部分如果真的有养宠物的人 然后就自己的需求来判断 我是觉得这是可以来考虑的 是老师刚刚也有提到 宠物没有健保医疗费用蛮高的 那目前宠物的保险里头啊 他到底保障了什么内容呢 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说明一下 这也是蛮有趣 我想大部分听到这宠物保险 大概就可以用类推用我们一般去 用人买的保险去 去类推他可能有的几部项目 比如说大家第一个想到 应该就是他的医疗费用保险 这也是大家看宠物保险第一个想到的 这个医疗其实又分是意外产生 或是包括意外跟疾病 可以想象若是意外的话 那当然比较便宜一些 那他这里面的几部项目 其实跟人很像 他也有门诊 也有手术 也有住院日耳 这个第一部分是 我们大概看到的是最多 那再来就是 假设是 如果有养一些大型犬的人 大家就知道 他可能会导致 对他人的侵权责任 这也是宠物保险一个保障的范围 是狗咬人吗 对对 比如说不管是不是咬人 或者说你带出去 不小心把人家东西碰坏了 什么之类 就是因为你的宠物 所导致他人身体 或财产的损失这个责任 那其实这也是宠物保险的范围 那另外还有一个蛮有趣 就是协询费用也可以 就是比如宠物丢了 你可能一些费用 再来像比如说 他也提供伤障费用 技术费用 还有其他衍生的一些费用 甚至市场上还出现一种 比如说在附加在公共意外责任险上面 万一这样烧死 或是因为意外 而导致一些宠物死亡的时候 这有产生责任 他也可以用附加的方式来承保 其实他的范围花样还不少 是 其实跟人的保险有点类似 但人应该是没有协询费用这一部分 那我知道有的公司是推出补偿宠物取得费用 旅游行程取消费用 这两项独创保障 老师这两项保障分别保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蛮有趣 我刚才讲过就是说 其实宠物保险座 刚才讲典型的这些保障以外 还有所谓的其他的衍生费用的保险 那的确最近有一家公司推出两个 其实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的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这个补偿宠物取得费用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今天养一只狗 它不幸过世以后 你可能要重新再买一只 或是再去领养一只 这相关的费用 它可以在一定额度内给你补偿 这是一个所谓的补偿宠物取得费用 那另外一个旅游行程取消费用 这其实更是一个蛮特别 就是说当你的宠物因为比如说 因为特殊的意外或什么 比如说因为它发生事故 或是因为需要紧急医疗 你如果在国外的话 你必须回来探视的话 这个取消这个行程所产生的费用 它会给你 这个的确是蛮有趣的 蛮特别的 刚刚老师提到 这个宠物显得保障内容不少 包括医疗住院手术 还有后事处理等等 听起来不错 可是呢 过去似乎好像卖得不太好 原因是什么 这个卖得不太好 当然是可以从这个供给面跟虚众面 刚刚听起来的确 的确是宠物保险的 那个包含的范围蛮多 听起来好像也蛮有吸引力 不过如果仔细来看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所有的宠物 都能够去承保 它其实承保有一定的条件 这个条件呢 有些限制还算不宽松 就是说这个不是所有的宠物 而且它也有一些年龄的限制 那再来主要它给付呢 它有很高额相对的致富额 那就有人在批评 就是所谓的CP值不是很好 那当然很多人是并不清楚 这件事情 还就是我们整个在销售通路上面 比较没那么普遍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销售这个保险都必须要有证照 像比如说我看国外的资料 覆盖率最高的像英国的话 它其实就在受医院 它就可以直接销售这种宠物保险 那所以那当然 比如说你去看病花了钱以后 那受医师跟你讲说 要不要买一个宠物保险 那当然那个投保率就很高 那台湾在过去的通路上 也没有这个 我们受医师也不太可能 去考个业务员这个资格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消费者认知 还有保险公司在推动这个时候 他们也是有点谨慎 因为毕竟这种保险 还是有比较多的特别的地方 是 刚刚老师提到这个销售通路 销售管道的问题 应该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宠物保险的对象 还有契约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保费会不会很贵 这个的话就是说 它宠物保险 它既然是保宠物的话 它谁是宠物 那宠物有什么条件 那它当然就是 是有它一定的规定 像比如说我们人的话 每个人都有身份证 有病例 但是狗呢 猫呢 所以它要承保的时候 它通常大家一个想到 一定是你有植入晶片 或者说你今天 比如说来源就有血统证明 或是你曾经在政治医疗院 有所谓的体检报告 或施打疫苗 这些你要举证 这个狗才能承保 如果你没有的话 这些就比较困难 还有刚刚讲 狗的话从小狗的话 也不是一出生就能承保 它通常大概是要 应该是两个月 或三个月以后 才可以承保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做的原因是 就是 它当然是要先确认 这个狗的身份 那再来就是年龄 才会限制 通常狗的话 大部分的保单 大概承保到 9岁10岁差不多 所以你的狗 如果超过了10岁以上 就变成高龄狗 通常这个也买不到 所以说 这是初次保险的限制嘛 有些续保是不是 狗龄可以大一点点 那个续保的话 当然是你是续保 它可以让你 顶多也到11、12岁 大概就是差不多 那有些可能到13岁 不过大概 那要续保 就是你中间没有间断 才比较有 那否则你 第一次投保的话 如果狗龄太高的话 通常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再来刚刚主持人问到 那个费用贵不贵的问题 那当然每个人主观的看法 比如我举个例子 假设现在的话 就是医疗为主的这种综合险的话 比如它有门诊 也有住院 也有手术 这样一个方案的话 你大概要自己 给付差不多 就自己支付一半的话 这一年的保费 差不多是2000到2500块左右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是要补偿到七成 就等于你支付三成的话 那费用大概会增加两到三倍左右 所以其实这个金额 大概每家的费率不同 大概你现在接近 大概普通的费率 大概是2000块上下 如果好一点的话 可能4000到5000左右 那当然它的给付不会太高 所以说很多人才会觉得 它CP值不太好 不过见仁见智看你所要 城堡的对象是怎么样 是听说有几百块的 不过那个城堡的内容 应该是不多才对 那听说网络投保 可以直接购买 投保条件放宽 甚至老猫老狗也可以保 如果这样做的话 买气是不是会升温 的确在最近这个一两年 因为主管机关开放 那个产险公司 网络投保的选种 做大幅的开放 这种的那个宠物保险 也是列入网络投保的 这个项目 那所以这个的确对买气 有所提升 尤其像比如最近这一年半年来 那的确有些产险公司呢 它的业绩是有增加 那再来呢 它也不会限制说 一定要用晶片 那过去的话很多 产险公司保单 一定要植入晶片 但是的确还是有些 并没有植入晶片 它可以用其他的来代替 你只要举正的出来 它就可以做 这也有刺激 那再来刚才主持人提到 老猫老狗也可以保 这个大概是因为它 只承保意外险的部分 就是因为意外事故 疾病它就不承保 跟人很像 就是高龄的人 意外它可以承保 但是你的疾病的部分 发生率就高了 所以这个不是所有的老猫老狗 都可以保 它是只有保意外的部分 它比较不限年龄 对这个年龄又比较放宽 是 虫物险还有个问题 有人就说这个会有道德风险 老师觉得会有道德风险吗 如果说有道德风险的话 要怎么防堵 这个道德风险 就是说这个最典型 就是有人故意 让保险事故发生 而获取财务的手段 这个就是我们讲 说的道德风险最典型 那我刚才提过 就是虫物它也没有 也没有严格的户口制度 那虫物也不会说话 那它的死亡 也不需要检察官 开死亡证明书 所以这些问题 都的确潜藏了很多很多 所谓的故意行为在里面 那尤其它也有 承保所谓的商账费用 还有一些比如说 虐待狗的话 其实狗他也不会讲话 那这些医疗这些费用 也都要保险工具来出的话 这些就是最典型的道德风险 那当然说这个东西 要怎么防堵 它并不会像 我们人的保险一样 有很多方法 但是它现在看起来 最常用的就是致富额 这致富额就是说 你今天发生损失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提供了单据 它只会负一部分 那假设你是故意行为 而导致这个结果的话 你虽然可以得到一笔钱 但是你自己要负担一部分 这样就会防 就是避免你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可能得到 百分之百的补偿 所以这也是一个 他们的做法 大概是 也只能用一个 比较消极的做法 它比较不会像我们的 我们人的保单一样 可以有一些 比较积极的调查 这些东西 大概这个比较困难 我知道老师自己有养宠物 是猫还是狗 我有养一只狗 有一只狗 那老师自己 有没有投保宠物险呢 其实我有考虑过 但是就是因为 那个狗的部分 当然就是 当时我在养的时候 现在宠物险还不是 那么的普遍 当时也不觉得我需要 后来我最近觉得需要的时候 发觉我的狗已经进入高龄 它已经超过了十岁 已经没办法被承保了 所以说我也觉得有点可惜 是 最后半分钟的时间 老师说明一下 对于投保宠物险 还有没有什么提醒 这个养过宠物人都知道 宠物对 对其实 对人其实上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这个 那个好处 那但是对它的本身 其实上 我没有责任 那我想说 现在推出这么多的宠物险 我觉得 不妨可以去 看看自己的需求 但是刚才有提过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限制 那我想在投保之前 还是多比较 然后多多看 谢谢彭金龙教授的说明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